我们玩这种画面比较好的游戏是选PS5还是PC 我们以最近新发布的机品feature22为例 看一下它在SBOX Series S、X还有PS5以及PC最高画质下面 画质以及帧率的区别 这个游戏是不支持PS4包括PS4 Pro的 我们先看分辨率 在PS5的分辨率是动态4K 稳60帧 1728P到2160P 在Series X上也是动态4K 1944P到2160P 也是稳60帧的 在XSS上是1080P到1440P 都是60帧 在PC上是帧4K3840乘2160 这是XSS的 它是1080P到2K之间的分辨率 感觉到很肉 如果在4K分辨率下 XSS和XSX以及PS5还是有区别的 但如果你用手机来看 这个XSS和XSX以及PS5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是和PC有一眼可见的区别 PC Max画质除了分辨率好之外 它的特效基本上也是拉满的 但是这个PS5、XSX和XSS 它们的特效要比PC拉满要差一些 这个特效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光反射 还有灯光效果 还有下雨天气 还有植物动态 这些都属于特效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晚上的画面 白天的画面也是一样 这是XSS的 XSX PS5 PC PC最高画质 PC最高画质和主机画质 有一个本质的不同 然而这三台主机 它们的特效 我感觉是差不多的 只是分辨率的区别 估计有很多同学会问 为什么主机的分辨率都是动态的呢 是因为它们的机能所限 这里面又引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价格 这个XSS是最便宜的 2000价位 这个XSX和PS5是4000价位 这个PC Max Ultra 它用的PC价格应该是在2万起步 它用的PC是12900K 加Z690的主板 还有3090Ti 光是这块响卡就得一万块钱了 它的主板和CPU套装也得8000多块钱 所以说一分钱一分货到哪里都是适用的 PS5和XSX 它们的性能是差不多的 这个XSX稍微要高一丢丢 所以说它的分辨率 最低分辨率 也要比PS5的最低分辨率 要强那么一丢丢 因为主机用的响卡 它的性能输出上限是固定的 在确保稳定60帧的条件下 分辨率是动的 比如说在有特效的时候 在撞车的时候 或者植物比较多的时候 或者在光反射比较漂亮的时候 它需要大量的算力 因为显卡的算力是固定的 当画面需要计算的特别漂亮的时候 就要吸收帧率 但是这种游戏是千万不能降帧率的 所以说只能在固定帧率的情况下 下降画面质量 下降画面质量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降低分辨率 所以说它这个分辨率是动态的 技能有一定的上限是不能动的 帧率60帧也是不能动的 能动的就是画面分辨率了 下面还有一个截图 我觉得挺有意思 这就是帧率截图 都是60帧 它旁边这是功率截图 就是说这个PS5 它的电源是250瓦 XSX也是250瓦 运行当前画面的时候 PS5实时功率是200瓦 XSX是177瓦 XSX虽然它的性能 它的算力要比PS5高一点 但是它吃的电要少一些 我们再看XSX 它的电源功率是250瓦 但是它当前用到的功率是79瓦 或者80多瓦 因为它的分辨率比它们俩要低的多 我们再看第四个 是PC最高画质 它的电源是850瓦 当前用到了550瓦 后面还有一个 这是我看到的最高的功率了 在夜晚这个场景 好像还在下着雨 还有大量的光反射 它用到了600多瓦 看这张吧 PC这时候用到了647瓦 PS5还是202瓦 XSX用到了200瓦 在这个时候 XS也达到了86瓦 这时候是它们的功率最高值 它们后面的热量都是很大的 机器内部会产生大量的热往外排 下面是一些效果对比 比如说这是光线 很明显PC是最好的 这三个是差不多的 只是分辨率的区别 这个是光反射 看下面的反射 还有车体表面 也是PC是最好的 PC和PS5肉眼可见的区别 那我的结论是不是建议大家买PC呢 不是 这个PC需要两万多块钱 这个PS5或者XBOX只需要4000块钱 这就要看用户了 每个用户需求是不一样的 评论区有大量的3090Ti 甚至4090 我承认可能会有 但是绝对不是大多数 我估计拥有4090 3090Ti 3090这种一万多块钱 响卡的用户 大部分是比如说是媒体 比如说是干活的 也就是说 他买这么贵的PC 这么贵的响卡是为了干活用的 他虽然买了一个2万块钱的电脑 但有可能一个月就能挣4万块钱 如果他没有这台电脑 他挣不了这么多钱 他是为了干活用的 然而打游戏 只是这台电脑的一个附属产品 如果专门为打游戏 而买这么贵的PC 这么强悍的响卡 这种人数肯定会有 数量很低 更多的玩家 估计会买一个2060 或者3060 3060Ti 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知道 在国内用PC玩游戏的玩家 要远大于用主机玩游戏的玩家 因为PC它的用途很多 除了打游戏 还能干活 还能学习 还能干很多很多事 而这个主机只能玩游戏 所以说具体怎么选 画面怎么样 帧率怎么样 看你需要什么样的 这个看个人需要 我只是做一个分析 供各位参考 因为钱在各位自己手里 自己赚的钱 自己花 自己享受 自己说的算 没有必要听别人的 我用的是国行的PS5 登陆的港幅PSN 花五六百港币 买的机密配车22 玩了几天 我感觉这个画面已经可以了 虽然达不到这种效果 但是真正玩的时候 也比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我用的是4K显示器 好 以上就是我的经验分享 希望能给各位一些参考帮助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